中共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肆虐 各個國家既期望於疫苗和群體免疫等手段 中國更是借機開發了疫苗和核酸產業 但專業的期刊最新的文章說 這兩種方法可能不是有效的防疫手段 中共病毒對人類的威脅恐怕比想像中要大得多 全球最權威的學術期刊《科學》 1月15日發表了一篇由兩位英國專家撰寫的論文 題目是《群體免疫並非可行選項》 文章以巴西亞馬遜首府馬魯斯為例 對SARS-CoV-2的病毒來說 即使在高感染率的城市中也無法實現群體免疫 文章說,巴西的群體免疫政策 導致馬魯斯市大概有估計高達76%的人口被感染 但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 顯示了病毒並未停止快速的傳播 此時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卻並未實現群體免疫 作者通過檢測供血者的抗體發現 6月份這市感染中共病毒的比例大約66% 但到10月份這數據就升到76% 這導致馬魯斯市2020年的死亡率比前一年高出4.5倍 文章說,儘管感染率如此之高 病毒在這市的有效繁殖率仍接近1 病毒繁殖率是判斷疫情走向的重要指標 如果低於1,疫情將逐漸消退 越接近1,代表感染人數下降的速度越慢 疫情再起的風險越大 如果大於1,則代表病毒的傳染力非常強勁 作者認為,群體免疫無效的原因 可能是感染者的抗體有效性 雖減得太快,導致反覆被感染 更令人警惕的是,即使年輕人感染中共病毒後 不會致命,但多次感染 導致的後遺症和副作用 也將損害全新的器官 論文的作者是愛丁堡大學醫學院 全球衛生管理專案主任斯利達教授 以及倫敦馬尼皇后學院臨床公共衛生專家戈特薩尼 目前,許多國家通過大面積地接種疫苗 或所謂的佛系防疫 來試圖實現群體免疫 以便度過這場全球性的災難 但上述的論文,令這些方法都備受質疑 其實,早在去年的上半年 就有多位科學家提出 用群體免疫來應對中共病毒 可能演變為一場鬧劇 譬如,雪梨大學生物倫理學講師 蝶哥·謝爾雅曾表示 我們仍然缺乏對這種病毒的了解 他說,如果不知道人們是否會再次感染COVID-19 或需要多少時間才會再次感染時 就允許這些病毒在你的國家傳播 是一種冒險? 除了大規模接種可能無助於減慢病毒傳播的速度外 病毒近來出現多個變種 更可能令疫苗失效,遵而阻礙群體免疫的實驗 譬如南非的變種病毒,又叫做501V2病毒 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日前發表論文說,這個變種病毒 能夠明顯地避開三類相關的單黑龍抗體的攻擊 更麻煩的是,康復其病人血清中的中和抗體 對這個病毒株的效應亦顯著降低 這就顯示,南非變種病毒很有可能疑似感染人類 而當前基於刺特蛋白的疫苗可能對其無能為力 目前中國疫情已經是封煙四起,本土確診病例不斷增加 但在官方政策的推動下,核酸檢測、疫苗等產業鏈在中國興起 外界注意到,每當一個城市公告出現確診病例後 當地就開始強制核酸檢測 各個檢測點人山人海,反而成為病毒傳播的場所 更多的確診病例湧現,進而催生疫苗的熱潮 但變種病毒可能令疫苗無效、高感染率 仍無法阻止病毒傳播等警訊已經在不斷響起 這樣看來,中共應對疫情的種種措施可能反而助長病毒傳播 而且,去年曾有上海專家警告 中共病毒疫苗極有可能存在ADE的現象 即抗體依賴增強作用 這個效應不僅會令疫苗失效 而且,注射疫苗後產生的抗體會反過來成為病毒的幫兇 令感染者病情加劇 這個消息一經傳出,火速被中共刪鐵消息 多謝您收睇時局新聞,再會!